第1次大地震 根據美國填納西州納森維爾的Cecille Baswell 穆斯 多年研究和計算從美國地質調查所提供的地震數據 分析自古代至現代每個黎克特製達7級或以上的地震 主後一年至1800年間已經出現11次大地震 即是平均大約每100年只有一次大地震發生 至於自1900年至2000年間 合共出現10次達7級或以上的大地震 即是平均大約每10年才會有一次大地震 但是踏入了2000年開始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發生在2003年12月26日 伊朗巴姆市的6.3級大地震 剛好一年之後 2004年12月26日 在印尼蘇門答立 也發生9.1級大地震 而且帶來毀滅性的南亞大海嘯 就在這兩次地震當中 已經有超過33萬人喪生 而按Cecille Baswell 穆斯統計 在2003年至2007年間 發生合共29次大規模地震 即是平均大約每49天就有一次大地震的發生 2008年就已經發生12次達7級或以上的大地震 平均大約每37天就有一次大地震發生 2009年已經發生了16次達7級或以上的大地震 平均大約每22天就有一次大地震的發生 在上年 2010年合共發生24次達7級或以上的大地震 竟然平均每15天就有一次大地震的發生 明顯 7級以上的大地震已經按年逐漸頻生 其中 2010年1月12日 海地7.0級大地震導致30萬人喪生 2月27日 至離8.8級地震 而且引發海嘯 9月4日 紐西蘭第二大城市 基督城 發生7.1級強烈地震 另外 踏入今年 2011年 2月22日 紐西蘭基督城 發生6.3級地震 以及3月11日 日本發生9.0級地震 而且引發海嘯 超過2萬人喪生和失蹤 事實上 在2011年6月5日 2012榮耀盼望第71篇 日華牧師經以提示 當瑞星Alanine 在2011年9月11日 經過近日點以後 將會陸續出現大規模的地震 由911開始之後 會一直達到兩個星期之後 進入去9月25日 這些災難就會開始出現 因為太陽風會打到Alanine 好像一支槍一樣 就會打中地球 與此同時 按一些科學家解釋 原來地震強度 自80年代 就被人刻意調低一級 換句話說 今天的六級地震 是80年代前 在歷史紀錄的七級地震 自從瑞星Alanine 在2011年9月11日 經過近日點以後 單單是一個星期 總共有9個 六級以上的強烈地震 9月12日 南太平洋島國雅魯雅圖發生6級地震 這次地震的震源深度為35.1公里 9月13日 南太平洋巴布雅辛基內亞北面近岸 發生一次6.0級地震 9月14日 紐西蘭對開 黑馬德黑群島南面發生一次6.2級地震 隨後翌日 9月15日 西北太平洋 連發一日之間3次6級以上地震 2011年9月15日 星期四 上午2時10分 美國阿拉斯加外海 阿劉辛群島 的尼爾群島發生一次6.1級地震 震源深度僅是1公里 距離最近的美國阿拉斯加州 阿圖島27公里 阿劉辛群島位於白領海 和北太平洋之間 由300多個小火山島組成 是太平洋火環大的一段 它是繼6月23日的7.4級 和本月2日的7.1級地震之後 該區再經歷這麼強的地震 同日 下午3時53分 亦是太平洋火環大的紐西蘭對開 黑馬德克群島 南面發生一次6.0級地震 震中位於奧克蘭以東 630公里處 震源在地面以下56公里處 數分鐘之後 下午4時正 日本本州東面 近岸發生一次6.2級地震 震源深度10公里 震中位於磁城縣近海 地震發生的時候 磁城縣 宮城縣 山營縣 和首都東京等地方有較強的震感 翌日 9月16日 上午3時31分 同樣是太平洋火環大的匪濟群島區 發生一次7.2級地震 震源深度大約600多公里 9月17日3時26分 日本本州東北部海域 發生雷時6.6級地震 震源深度10公里 隨後不足2小時 5時8分 日本本州東海附近海域 再次發生6.2級地震 震源深度30公里 竟然 單單在一個星期內 發生多達9宗6級以上的強烈地震 情況真的極不尋常